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冬瓜放入锅里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了一道美食 我是白日做梦都没想到 冬瓜还能这样吃 切好的冬瓜 加入一勺盐 杀出它的水分 切好的冬瓜 加一勺关节盐 杀杀水 然后准备点猪肉馅 加葱姜 食盐 胡椒粉 生抽 和一勺淀粉 加葱姜 盐 胡椒粉 生抽 一勺淀粉 沿着一个方向搅拌 沿着两个方向搅拌 这个时候冬瓜也杀出水分变软了 嗯 我的冬瓜也杀出水分变软了 再像这样卷起来 然后放入肉馅 添满压实 像您这样卷起来 再放肉馅添满压实 沿着盘中 码成个圆形 条件好的 中间再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然后把它们放成长方形 我家条件好 中间放肉馅 再下个公鸡蛋 水开上蒸锅 水开上蒸锅 汤汁不要浪费 直接倒入锅中 再加一碗清水 煮开放入红椒丁 汤汁没有浪费 已经倒入锅中 再加一点纯净水 煮开放入红椒丁 加生抽 水淀粉 开大火将汤汁煮至粘稠 加生抽 水淀粉 煮至粘稠 淋在冬瓜上 一道软嫩鲜香的冬瓜酿肉 就做好了 淋在冬瓜上 一道软软嫩嫩的冬瓜酿肉 就做好了 嗯 嗯 真好吃 嗷嗷